生活乔色盘 吃早餐 绿豆兵 为了测试你有没有资格当小朋友的守护天使 今天我要出几个题目来考考你 好的 博士 没问题 第一个考验就是 找出豆浆出现的五个地方 是 豆浆 豆浆 哪里会有豆浆呢 有了 传统的早餐店里有刚煮好的豆浆 大家都用汤匙慢慢喝呢 豆浆摊位的豆浆又是用什么装的呢 原来是用塑胶带装的 好有古早味哦 这里是锅贴店 也有卖一杯杯的豆浆 还有 超级市场和便利商店也有卖豆浆 不过这里的豆浆是工厂大量生产的 再装到密封的瓶子或纸盒里 耶 全部找到了 快回去告诉好博士 做得很好 第二个考验就是要告诉小朋友早餐的重要 是 泡泡 赶快起床了 记得要先刷牙洗脸哦 泡泡 怎么这么没有精神呢 一定是因为还没吃早餐 赶快来吃早餐吧 好 泡泡 你看哦 吃完早餐后 整个人是不是更有精神呢 如果没吃早餐的话 就会容易感到疲劳 注意力不集中 上起课来就会不专心哦 嗯 我知道了 以后我一定要每天吃早餐 绿豆冰 你做得很好 现在是最后一个考验了 就是你必须为小朋友介绍吃早餐的用餐礼仪和注意事项 好 没问题 绿豆冰 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我告诉你哦 洗饭好好吃哦 泡泡 虽然你的早餐很好吃 但是吃东西的时候 应该尽量不要发出声音 也不要边吃边说话 这样是很没有礼貌的哟 哦 对不起了 我下次会注意的 不过你还是很棒的 你都会使用公块来夹菜 嗯 妈妈说过 这样比较卫生 才不会容易得到传染疾病 诶 你吃完咯 吃完早餐 要记得将桌面清理干净 当个贴心的孩子哦 哦 妈妈 做得很好哦 拜拜咯 拜拜咯 拜拜 花花早安 哦 是绿豆冰啊 早安 诶 你在吃什么呢 我的早餐呢 你看 三明治汗牛奶 花花 你看 掉了满桌子的蟹蟹 嘿嘿嘿 那我再把蟹蟹捡起来吃 花花 掉在桌上的蟹蟹不能吃 脏脏的不干净 还有 吃东西时 要小口小口慢慢咬 这样才不会吃得到处都是 嗯嗯 我知道了 像这样吗 嘿嘿 没错 花花 你很棒哦 啊 花花车快来了耶 我要先走咯 可是 你的牛奶还没喝完呢 没关系啦 我等一下边走边喝住好了 不可以啦 这样很容易噎到 很危险的 你还是喝完了再走比较好 嗯 好 我下次不会再这样了 嘿嘿 这样我就放心了 那我要走咯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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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绿豆冰 你做得非常好 看来大家都知道早餐的重要性了 是啊 大家都做得很好呢 好 绿豆冰 恭喜你成为小朋友的守护天使 以后你也要继续关心小朋友哦 嗯 我一定会的 好说一次吧 好想的 好想的 感谢观看